大家好我是片雷 这期视频呢就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出 我顺便想聊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自卑又敏感的人 然后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从这里走出这个阴霾的 我觉得其实我出生的时候 我本性是一个乐观且积极向上的一个人 就支持我的本性 但是由于后天呢我遇到的从初中开始遇到的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班主任开始 然后造成了我的内心极度的敏感 而且很自卑很自卑很自卑 这件事情呢直到我19岁上大学 然后才稍微有所好转 但是我今年31周岁 1992年生人 但是我在我27、8岁的时候 我甚至还会作恶梦梦到我的初中班主任 当然了这只是一部分的影响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说 人在你的三观没有在完整的完全的建立好之前的影响 遇到什么样的人影响真的很大 那我的这个经历呢 其实就不光是说受到初中班主任的这一个影响 以及包括我上一段感情 也是我唯一一段感情的也有一定的影响 包括在一起之后和分手之后吧 因为他也是跟我一样的人 就是比较很自卑且极度敏感 然后呢他比我还多加一条就是极度偏执 所以我们互相影响吧 就是好的地方就不说了 都有好的地方 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有很就是会变得更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也是一方面了 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经常会否定自己 比如说会因为别人的一个一句话 然后我会怀疑我自己的一个能力 然后让我产生一个很不好的想法 就是这种东西会恶性循环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中会有一种自我毁灭的那种想法 就是曾经不止一次想到过自杀 当然了这点现在在我出国之后有所好准 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在国外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今年31岁嘛 我真的觉得其实自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 就简单的说吧 就要啥没啥 对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出来拿出手的 所以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曾经我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我是没有工作的 就是加里敦 然后当时 当时情况很不好 加里敦的感觉你们也懂了 我当时我我认为我唯一的就是能让我还坚持下去的就是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积极的一面就是说做视频对我产生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包括呃做完视频是我当时唯一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呃就是就是vlog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呃做英语视频所以这个东西让我产生了哦我原来还不是一事无成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份工作我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亲口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怎么就听不懂我说的话呢 当然了这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真的没理解他的意思 因为他没有表达清楚还有一种呢是因为我真的可能跟人不太适合沟通 但是我以我现在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的感觉我觉得是他表达也有问题而且呃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是每个人之间都适合所以他说的那句话就很伤我 当然了他可能是无心你要是放在任何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人身上他可能不会记这么多年但是作为一个极度自卑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句话很打消我的自信心 特别是那段时间其实是我刚就是与人觉得还能与人沟通的那种时候然后又重新回到工作的那种环境这句话当时就给我特别浇灭了我的自信 而且我就举个例子吧就假如说在工作中因为一点小差错我就会特别紧张我特别怕我犯错哪怕是小的说的哪怕是信到一句话我特别怕让对方产生了对我怀疑或者怎样 但其实你就这么想谁关心你那件事呢但其实这件事就会让我很很不好产生一种很不好的想法我就认为我会呃我很不适合与人打交道啊或者是我认为我很做的很不好我就会很容易感觉这件事情反复的想 所以这会让我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恶性循环吧但是我这期视频说的可能有点乱啊我就是想当着说乱点 我其实没有你们看起来的这么阳光这么自信 当然了我可能也会有这么个一面但是但是就是多重人格吧不过本期视频呢不是来卖惨的我主要是想说一下我作为这种多年有这种自卑情节自卑且敏感性人格的人我是怎样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建立我的自信心 首先呢我找到了能让我产生自信和成就感的东西就是有一样东西你能把它做好不一定是工作上的能让你带来金钱的那就是我做视频 然后有人愿意倾听哪怕有一个观众我都觉得这个视频我做的是值得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英语随着我在做英文视频的过程中提升了不少 然后我发现我的父亲也会因为我的英语水平而感到骄傲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原来我还不是一文不值的 还有就是建立逐渐的自信吧 然后千万不要沉迷游戏游戏可以玩我在最心情最低谷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真的我玩了一年一整年的游戏每天玩每天玩每天长达 嗯都不说八个小时了基本就是醒的时候就是在玩游戏 这个状态我持续了一年多 那嗯就还是要走出去跟整个世界去沟通 然后逐渐的找到你感兴趣的或者是能让你带来成就感的东西 然后一点一点的通过你小目标的达成然后让你恢复自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虽然说过程可能会遇到有些人不小心伤害到你 但我们一定要尽量的不要去往心里去吧 虽然说这句话说起来非常的无力苍白 但是就是还是你要找到你自己觉得可以信念吧 就是信念吧 希望能帮到哪怕是一个人或者是对你有点启发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的人 我怎么说呢 很不幸的人吧 啊这期视频说的有点有点有点那个伤感的话题 反正嗯 我呢是在逐渐的好转 如果你是看我视频或者是关心我的人啊 不用担心 就是我肯定不会说我的精神状态肯定是比以前强很多 就比如比我两三年前强很多 嗯 脑子里的事情坏事情会 时不时的会会进到脑子里你知道吗 然后会反复的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曾经发生过的 嗯 我觉得就尽量的 与你现实现在的生活接轨吧 就不要想一些已经过去的事情 逐渐的建立在在你现在的生活中建立信心 然后把之前的事情与世隔绝 逐渐的 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后说的有点乱 希望不介意吧 谢谢大家玩看 本期视频就这样 再见 哦我对刚才的话题进行一些补充 就是说如果你也是一个敏感且自卑的人 就是最好不要说接触像你一样的人 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会有恶性循环的 就是远离你自己的这种跟你差不多的人 一定要最好是有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朋友能带你走出这个阴霾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远离那些负面的东西 因为你像我们这种 这种人 如果说接触的太多负面的 他会对你产生更不好的影响 所以一定要远离这些负面的消息啊 或者什么的 真的看完心里会受不了的 Till next time on Lace channel